遇见换成定制板枣推车 入场与猫神立项合影 7月27日晚 唐豆跟随禅使官于先生 第一次踏入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 与其他摄牛猫一起逛展览 看祖宗按猫神见世面 他叫唐豆 然后是一只长毛营建层 然后我们之前 很早之前就关注到这个活动 然后他开始抢票的时候 就抢到这个票 然后就想带他过来 去看一下跟猫猫合影什么的 以前带他出去玩 其实就是跟人 就是这种 还有各种猫打交道 还是比较少一点 然后想带他出来交交朋友 然后去见见世面 在古埃及遥远的岁月里 猫神巴斯泰特 被视为守护与灵性的象征 埃及人对猫神的崇拜 与惊人对喵心人的喜爱 不谋而合 配合正举办的金字塔之巅 古埃及文明大战 上博计划自7月27日起 于周六晚上定期举办 共10场博物馆奇妙夜 邀请观众携宠猫一同观展 这在全球综合类博物馆中 上述首创 活动开票后 首场200张携宠票 一秒售庆 10场的携宠票 一小时售庆 当晚作为首批入馆的喵观众 200只射牛猫盛装打卡 与猫相关的古埃及文物 地面上的猫脚印指引标识 营绕耳畔的猫叫声 投影在墙上的灵动猫影 萨卡拉的秘密展厅 宛若一座猫神圣殿 观众在此纷纷留影 因为我们自己作为家长 然后没有这种 带猫出来博物馆的经验 所以说先是自己先 脑子里面先过了一下 然后在博物馆里面的流程 然后这是比较重要 主办方要求我们今年必须有 就是最近的疫苗证明 所以专门去打了一下 以前没有这么多 可以带宠物的打卡的地方 我希望以后可以有 更多这种机会 然后可以一边带着猫玩 然后一边更加能够欣赏到 比较高质量的展 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上博充分联动社会资源 为共同举办宠物友好活动 提供支持 馆内工作人员也接受了 有关宠物猫的专业培训 由宠物行业人员协助运营 我们联动了很多专业的 这个跟宠物相关的一些机构 来共同帮助我们上海博物馆 来办好这样一个奇妙业的活动 我觉得这样一种活动 也能够体现上海这座城市 开放创新包容的一个品格 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 来倡导一个是养宠的人 要文明的养宠 第二个呢 我们其他非养宠的人 是有更多的宽容性 来构建 共同来构筑这个宠物友好的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 上海有超过120万只宠物猫 随着越来越多宠物进入城市公共空间 互上许多公共场所 陆续加入宠物友好红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